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和美国在星期四会展开副部级的贸易磋商 地点在华盛顿 但是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相关部门继续针对中国的电信设备 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科技业有各种不同的压力 美国苹果公司遭到欧姆方面要追税款达到了1000多亿港元 另外美国和日本将就关税壁垒以及数字贸易达成局部协议 但是汇率条款没有列入 美国跟日本的方面我们也会关注 沙特炼油设施在上个星期遭到袭击的事件 使得国际油价昨天一度大幅度上涨 国际基准油价曾经涨将近有20%的涨幅 到71块多美元一桶 但是在今天油价已经下来 像是IC不有已经回到了67附近的水平 今天像是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 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的股市也是上扬的 但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地缘政治究竟会在未来造成些什么样的不确定性 会不会开展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伊朗的发言人 外交部的发言人布玉儿童都表示目前他们不想开展 虽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明 虽然认定伊朗就是这个沙特炼油设施后面的实习者 虽然伊朗说其实炼油设施受到袭击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他们要卖武器 我们先听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 接着看了 有所谓的证明 那总统特朗普已经有证明 那么没了 你尤其看见 那些比较 我们会有这种特征的证明 但是你看到这次来算 我们让你知道 那么我们的解释 我们让你明白 但但它真的看见 你想要战ил吗 我就是不想战免 我要战免 我本人 我应该不想战免 我们有最弱日的 ra 描决尽 我们转年度 我們继续 结束 最大的一百元二百负 特朗普說他不想打仗 而伊朗方面也不想打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穆薩維 同一天16號接受富航衛視記者的 獨家專訪 說 美國指責伊朗參與 說美國指責伊朗參與 這是美國敵對伊朗政策失敗之後 編造的另外一個謊言 儘管這件事情導致 美國跟伊朗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 但穆薩維說 他不認為美伊之間會開戰 穆薩維說伊朗跟沙特 並不是代理人戰爭 而伊朗支持也門民眾的正當權益 但是伊朗沒有給也門 胡塞武裝提供武器支持 穆薩維認為這也是 也門民眾遭到沙特襲擊之後 自然做出的反應 他說這個事情很可疑 實際上美國是這起事件的受益者 當他們對亞洲 multiple島現在在 澀溜濛和西亞洲 和西亞洲地區 當然是從中央派出旦 而有關於 他們他們的報道 也有些貿易 他們的態度 在中央派出旗 免的 你 所以 美国认为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的就是伊朗 而华尔街日报营述消息人士说 美国官员也跟沙特阿拉伯分享了情报和他们的评估 认为上个星期六伊朗派出超过20架无人机 并且发射至少12枚弹道飞弹 打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 据说沙特阿拉伯已经要求联合国专家帮助确定 谁应该为上周末的空袭负责 今天国际油价回落 我们看到ICU不由今天开盘的时候是67.1美元 下午在67.63 比昨天的70将近72美元已经回落了不少 而NYMAX原油今天开61.72 最高62.21 低于昨天的63以上 路透是来自于纽约跟新加坡的报道 说油市在昨天陷入动荡之后 亚洲主要消费国的炼油厂商就在寻找替代供应 而美国原油生产商也加大了出口原油的力度 沙特也努力确保成品有的供应 不过这可能要几个星期才能够恢复沙特的石油设施 供应 一家船运获得代理商表示 上个周末和星期一 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定仓活动和运费都有所上升 最容易出口的墨西哥湾沿岸的美国现货原油需求旺盛 部分原油的溢价升到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有分析师来自于自家客的分析师这么说 你可能会看到美国的出口创纪录 因为美国原油出口窗口将会大开 来自于美国能源资料协会星期一公布专井产能月报说 美国七大液盐油产区 十月份的原油产量预料会增加一天7.4万桶 到创纪录的一天884.3万桶 这是产量 那么国际能源署已经表示 美国原油日出口量之前曾经超过一天300万桶 来自于交易员跟市场参与者说 亚洲是沙特原油的主要目的地 他们的炼油商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动用战略石油储备 以满足国内30-220天的石油进口需求 随着今年炼油产能的增加 目前成品油供应是充足的 行业也估计中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 大概是3.25亿桶 相当于大约33天的进口量 中国目前为止到这个 到目前为止对事件还没有什么表态 但是在日本方面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监管监援衣袖就表示 日本正在密切关注原油市场动向 以及供应受到的影响 必要的时候 日本会考虑 协同像是跟IEA国际农员署 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 确保国内的需求稳定 美国农员部长佩里在昨天也表示 原油市场是具有弹性的 暂时还不确定美国是不是需要动用 战略石油储备 从这次的这个沙特石油设施 受袭击的情况来看 开始的时候市场反应确实很大 但是你看看才两天时间 它慢慢又跌回来了 就是市场上倾向于认为 这是一次性的袭击行动 而且是可以修复的 所以如果说真是随 那个胆子比较大的话 袭击者它再来一次 市场就会彻底乱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没人敢再来第二次 当然就是市场能够平稳 平息这个波动 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这个战略储备可以用 当然我们现在要分析 这次市场的供应 突然就被打乱之后 谁是最大的获益者 你发现到呢 其实沙特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包括它要上市的 这个阿美的IPO 好像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大家反而觉得 沙特的地位可能更重要了 就是它这么一授一下 几个导弹一袭击它之后 这个对全球有那么大 就觉得沙特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的IPO呢 看来可能会更多人去买 但是这里面可能投资之后 有一定的这个风险 以及它的股价可能会降低一点 另外呢就是 美国的页岩油 看来非常清楚的 是个重大的获益者 而且美国的军火商 可能沙特马上要买 像特朗普说的 买爱国者的防空导弹 俄罗斯也是个受益者 真正受害的是谁呢 是石油进口国 但进口国来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是可控的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关注 因为我们有第二波的 这个袭击行动 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看 现在世界越来越乱 越来越复杂 在一些事情当中 如何能够面对问题 把事情看清楚 然后真正获得解决 那就是回到事情的原点 中美经贸磋商 现在要回到原点 如果说美国当时 对中国来说 要求的就是贸易进一步的 更加平衡一点 那么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那就是回到采购方面 中国持续向美国采购大斗 而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副部级的经贸磋商 这个星期四 会在美国华盛顿先见面 新华社今天报道 应美方邀请 中央财办副主任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 这个星期三 会率团到美国访问 和美方就中美经贸问题 展开磋商 为10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 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做准备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昨天也表示 美中副首级贸易谈判 星期四要在华盛顿举行 主要是解决10月份 贸易战的高级别会谈 为这个会谈来扑平道路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发言人没有进一步提供 这一次副首级谈判的细节 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 多诺获 昨天在一个记者会上 就这么说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当天早些时候告诉了 他们这些美国企业的高管 说在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之前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莱特希泽表示 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挑战 双方已经非常接近 达成一个可行的协议 莱特希泽当天没有提到 跟中国达成临时协议的可能性 但是他告诉商界领袖们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 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 所以昨天美国农业部就表示 美国民间出口箱向中国 出售了25.6万吨大豆 这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向中国出口 那么在上个星期五 美国农业部也表示 民间出口箱向中国 出售了20.4万吨大豆 如果说这两个交易日 加起来的话 就将近50万吨的大豆 从中美过去14个月的贸易战 看起来 第一 中美双方确实是都受到 经济方面的损害 第二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压力越来越大 第三就是干扰了全球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事情要如何再来 厘清双方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说中美在回到原点 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同时 我们要再看清楚 那个事实就是 美国国会和相关部门 继续针对中国的 包括高科技企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还有中国的电讯设备制造商 第一个是 美国方面紧盯着 互联网科技企业 阿里 腾讯和百度 担心他们成为北京的监控工具 来自于美国网媒Quartz 上个星期我的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三 发布的文件显示 主管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的 助理国务卿福特 在一次会议中说 除了华为 美国也应该注意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还有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 这些企业有可能成为 中国政府的间谍工具 分析认为 这反映了美方可能扩大 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审查范围 另外 美国参议员要求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跟国家安全机构 检讨是否应该允许 两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 继续在美国运营 就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因为他们早在2000年代初 就获得了美国颁发的许可 还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 创办人任正非 接受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说 华为今年前8月的收入 累计增长19.7% 利润跟去年持平 这段期间之内的收入增长率 持续递减 由年初增长30% 跌到年终的23% 8月份进一步降到19.7% 利润没有增长是因为 大幅度增加战略投入 包括华为增加几千个高制速的员工 修补公司被美国列入实体清端 所遭穿的洞 还有美国国会审议的一个法案 是禁止美国的公营机构 购买中国制造的列车 美国国会担忧中国产列车上面的 镜头 位置跟踪器 还有其他的设备 可能会帮助中国政府监视美国民众 那么早前就提出了 禁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产列车的议案 据说这个立案 这个法案有可能通过 到时候会禁止中国的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在美国竞争新合同 白宫说支持国会的这个新努力 而来自于日经中文网的评论员 秋田浩之的分析 5G大战 美国败相遗漏 说现在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盟 同一个立场 同一个步调的 决定要排除华为的国家 只有日本跟澳大利亚 更多的亚洲国家决定要用华为 或者是不排斥华为 所以如果真的要抗衡华为 或者是中兴通讯的话 日经新闻网的评论员这么说 美国在共享5G的基础上 多努力6G的投入吧 我会来分析一下 其实5G为什么 美国一直在排斥华为还有中兴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 在以前所有的电信网当中 美国都可以为所欲为地 去监控其他国家 所以刚才那位日本作者写的文章 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很多亚洲国家 他不相信美国 你又觉得美国 可以随便来看他的东西 那美国如果说用了华为之后 美国可能就看不到这些情况 这个大家慢慢我就会接受 这就是一个现实 这就是一个事实 当然从美国国会的情况来看 他并不这么认为 美国国会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 就是要寻找敌人 找来找去这个敌人就是中国 所以看任何中国的事情都不顺眼 从这个当时2000年就获得可以在美国经营的两家中国的电信公司 到这个电信设备 到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腾性 阿里 百度 凡是带走路头来都不行 都会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有重大的影响 但最后就一声一轨到了这个中车 其实这个中车是中标了美国的地铁 而为了符合当时采购条件 专门在芝加哥设立工厂来生产 对吧 在美国人生产 在美国地盘生产的 他能够做出在火车上能有什么间谍行为 这个看得也莫名其妙 但是美国的白宫居然就和国会说这个动议还不错 就马上就要通过 所以你其实看到有些这种恐慌症 已经到了这个歇斯底里的这么一个地步 但我们也希望这个情况 未来是不是能在某种上得到缓解 谢谢文慧 下9000的新闻我们到小见 下9000的新闻 欢迎回到金时财经 上个星期我们报道过 在新任欧盟主席德布兰的领导之下 欧盟的后任领导班子将展现新的气象 那就是欧盟的自信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对美国一些企业的自信 首先招风的那就是来自于网络税 欧盟向多个跨国企业追收欠款或者是违规税务优惠的案件 今天星期二开始就要在卢森堡的常规法院展开聆讯 前两天会审理苹果公司提出上诉欧盟追搜 追收130亿欧元相当于1100多亿港元税款的案件 之后的审讯会涉及亚马逊快议星巴克 预计的法院会在9月24号公布裁决结果 他们说的这个款项应该欧元还挺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盟后任经济事务委员 真地洛尼昨天就说 即使全球无法对网络税达成共识 欧盟还是计划针对数码服务收入磕税 而获得连任的欧盟竞争专员维斯塔格 早前已经要求爱尔兰政府要向苹果追收130亿欧元的税款 苹果新政总裁库克对于追回税务优惠感到不满 批评欧盟的作风是政治废话 美国财务部也支持苹果 认为欧盟自以为是一个超国度的税务权威 对全球税务改革会构成威胁 另外在美国跟日本的贸易协议方面 现在缓和迹象之外有进展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美国已经跟日本就关税贸易关税壁垒 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白宫发布了一份特朗普向国会发出的信件指出 特朗普希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跟日本关税壁垒问题进入协议 同时会跟日本就数字贸易进入一项行政协议 而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就说 汇率条款不会纳入美国双边贸易协议之内 而今天日本外向茂木敏充就回应 日美的贸易协议会使得双方实现双赢 美国将不会对日本汽车征收追加关税 日本很在意对汽车关税的问题 但问题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 特朗普政府认为要进口汽车威胁的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还是有保留对于加征汽车关税的这个结论的 你会 就是从现在特朗普那边透露的情况来看 他既然向国会说了 那就很可能这个美日的贸易协议 像美韩的贸易协议一样很快就会过关 当然我们现在要分析 美日贸易协议能够过关的原因 是不是日本做了大量的让步 像美韩一样 就是说你给我留点面子就行了 你想干什么都行 还是说是他们互相适应了对方 还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考虑 就是特朗普他马上就要进入 我们叫竞选季 这个竞选季当中 他是不是在贸易方面的立场 就是要放宽松一点 因为你毕竟美国的东西卖不出去 会影响他特定的支持群体 所以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贸易领域的特朗普冲击波 是不是就开始慢慢地淡下去了 包括你看这次刚才新闻报道的 就是中美之间 他也在进行这个工作成绩的接触 但我们是希望是这样 但特朗普这个人说变就变 就刚刚那报道说了 他可能突然又哪天不高兴 这个汽车还有收睡 那可能又把这个协议给打毁了 谢谢很会 美联储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议息 结果会在香港时间临时的时候公布 相信大家都知道 应该会减息四分之一 但是会不会因为沙特石油设施 遭到袭击再大幅度的减息呢 不要指望 这是来自于路透社的分析 说其实在这个沙特阿拉伯 主要炼油厂周末预息之后 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星期一已经在推特上面说 美联储应该在这个星期三 结束的会议上实施大幅度降息 刺激措施 但是分析说历史先例和美国 不断变化的能源消费表明了 美联储很可能会坚持预期的降息 0.25个百分点 不会更大幅度的降息 而至于在中国方面 今天展开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2000亿元 一年期MLF的中标利率 3.3%跟上期持平 同时不展开逆回购操作 也就是说今天选 因为今天有2650亿元的MLF到期 也就是说央行在备受关注的 这个MLF的续作窗口 选择是缩量续作 同时不减价 两个考量 一个避免重新刺激地产 第二个就是因应通胀压力 要调节一下降息的节奏 会价消息 人民币顿美元的中间价 今天下调73个基点 报7.0730 占价收盘下跌289个基点 报7.0929 联案会价也是在 7.0614到7.0911之间 我们看在全球方面 就是伦敦是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虽然脱欧已经拖沓了三年的时间 但是没想到 伦敦在外汇市场的地位 这三年来还在加强 调查是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 发现伦敦加强了 他们作为外汇和衍生品市场 全球中心地位 跟排在第二名的纽约进一步 拉开了距离 国际清算银行 三年一度的调查发现 过去三年 外汇交易和利率到其 交易增长迅速 平均外汇交易量 升到每一天 6.6万亿美元的创纪录高点 比16年调查的数据 高出将近30% 而伦敦的市场份额 增加了6个百分点到43% 远高于美国 因为从之前的20% 下降到17% 香港则是排名第三 国际清算银行说 香港今年4月 外汇和场外利率衍生工具 日均交易规模 合共1.1万亿美元 使得香港超越了新加坡 成为全球第三 至于在全球交易货币方面 人民币占比4.3% 跟三年前一样 都是排名第八名 美货最后谈谈的是 美国认定沙特袭击 源自于伊朗 但是敢不敢动手 又是另外回事了 你看今天特朗普的讲话 其实讲得很有意思 看起来是伊朗在背后干的 当然这个胡塞武装 早就认领了是他们干的 但是如果是无人机的话 美军那么多卫星 是很容易分析到 无人机出现的轨迹的 从哪来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现在他们一直 就是没有准确 或者说是完全 说就是伊朗干的 为什么 就是要给双方留下面子 因为上次的时候 看得非常清楚的 特朗普是不想打仗的 这个飞机都已经升空了 他下令撤回 当然就是从沙特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希望美国帮他出头的 因为有了第一次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虽然市场可以很快地平复下来 但是第二次怎么办 而且可能还有一招 就是这次打的是石油 如果下一次 这个无人机袭击的是 沙特的炼水厂 不是炼油厂 就是水净化工厂 因为沙特有一半的水 是从海水里边 就是饮用水 从海水里边净化而来的 那么影响可能就会非常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特朗普是喊得很凶 但是他敢不敢动手呢 就得看他刚才说的话 他说他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军队 有1.5万亿的军事预算支出 比任何第二位的都要强很多 但是他不想和任何人打仗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会测出来 伊朗他怎么去盘算这个事情 因为都说是他们 但他完全否认 他说他也不想打仗 所以是通过这一次危机 变成一次和谈的契机 还是说是这次一看 对方反应不是那么强之后 再来第二次 第三次 那么如果说真来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 你会发现世界上真正的 石油价格的波动 就会成倍速的扩大 而且它会造成持续的波动 会造成买方的心理恐慌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谁受害最大 这样整个世界经济 可能受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冲击 谢谢文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